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我是戴鴻暉 今集跟大家介紹ViuTV的新劇這套《社內雙親》 大家都知道兩三年前,這個CP組合Edan和阿Lo盧漢廷拍過《大叔的愛》 改編著日劇,非常得到大家的歡迎 可以這麼說,當時的Edan和阿Lo也成為大家非常喜歡的CP 今次ViuTV也改編至韓國同名劇集《社內雙親》 這套劇會在未來的27日首播 日前兩位男主角霸道總裁阿Lo和溫文爾雅的Edan 和兩位女主角包括了陳漢娜和沈欣怡一眾演員 在詹山一座出席員工大會的記者會 四位主角玩越老遊戲 結果阿Lo和Edan再次被紅線綁在一起引起空檔 兩人之後也幫對方打胎戴頸鏈 令人重拾不少《大叔的愛》很甜蜜的畫面 其實這套《社內雙親》 其實就是2022年的一套韓劇 當時由安孝變、金世政、金文灰和涉人雅主演 當年都是由四位年輕演員擔正做主角 當時也不是算是大卡市的製作 觀眾當時對他們特別好奇 所以收視到第六集開始就到了10.5 成為了2022年當年的韓劇的黑馬劇之一 其實這套韓劇在2022年的時間播出 其實這套劇也是改編自同名的網絡小說 當然有其他編劇包括網絡漫畫的編劇 《我和社長雙親雙愛》一起把這個故事變成了劇集版 這套劇講述了隱藏身份代替雙親的職員和公司 社長間的浪漫愛情喜劇故事 估計應該是看以前的韓劇版 就是一套浪漫愛情故事 也有些搞笑的場面 我就很期待了 因為本身Edan和阿Lo 這個CP組合大家都很喜歡看 再加上很有喜感的Edan 更加應該可以令到這套劇生息不少 我自己就很期待Hana和社長的愛情 到底有多浪漫 希望拍得更漂亮 令到這套劇更加吸精 有否有親熱鏡頭 這對我來說就不重要 最重要是肚劇拍得更好看 在Event上 一眾演員現身跟員工見面 霸道總裁盧漢亭 連同暖男秘書呂雀安 率領董事長爺爺羅家英 以及公司的員工 ViuTV一姐就是陳如希 還有Yoyo郭卓堯 還有麥佩東登場 女主角陳漢娜 葵同她的千金閨密 沈欣怡和她的家人 Michelle 魅雪 歐陽偉豪 還有陳建博 以及營男主廚陳安立 主廚女友余潔營 鄰居就是潘雲峰 閨密爸爸曹查理出場 在這個活動上 演員逐一介紹過角色 分享拍攝的趣事 亦率先劇透劇集的必看場口 這套劇是改編的關係 主旨是兩男兩女 四位主角的故事 所以這套改編劇 在ViuTV手上 亦都用了四位主角 一起去參演 如剛才所說 除了兩位男主角 阿Lo和Edan 亦都有陳漢娜 和沈欣怡一起去參演 活動完結後 阿Lo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自己要迫自己進入CEO狀態 他就說拍攝的時候要再錯一點 Edan就說 因為他在舞台上都有偶像風格 做回他在舞台上的強項 所以他就說 自稱他自己的強項 和阿Lo不同 阿Lo就錯了 他自己的強項就是溫柔 Edan就說 最早期在《造星》 花姐第一次見到 我也覺得我是一個斯文有禮的人 不過 在旁邊的花姐 就很大聲否認 就說沒有這樣的事 而阿Lo也馬上還擊 他就說 這個絕對不是平時的他 這個角色是沉穩老實 和平時的他很不同 Edan也不禁反問 我平時不老實嗎 當然 大家都是在開玩笑 為這套劇做宣傳 這次港版 就還原了在韓劇裡面 一些Show機的場面 也有親熱鏡頭 大家應該最關心就是這個 當時大叔的愛 就看到阿Lo和Edan 嘴對嘴唇成為經典 阿Lo就說 家人一定看爸爸都是盲粉 但藏氣那些可能會覺得尷尬 他們應該會馬上找其他事做 避開了 他也希望神圖看完之後可以保持冷靜 但Edan就補充 如果他不拍藏氣 你哪能看到他露那麼多呢 也對 平時都很難看到阿Lo 無緣無故會露機 今次親熱鏡頭和Show機 相信都是這套 港版社內雙親的其中一個賣點 說到藏氣 突然間訪問進入了暴走的模式 Edan也透露有現場觀摩 他就說 都看過一下 我們就是同一日拍 兩個人也同步澄清 不是同一張床 可能是各自有床氣 各自展露他們的肌肉 但是Edan插嘴就說 容納到多少人 就要問導演 有兩張King size 我是秘書來 就要看他 又認得當然比他厲害 即是說這套劇主力是說 阿Lo做霸氣總裁CEO 配合秘書的 自稱自己很斯文 溫文有禮的秘書 就是Edan Edan繼續說 其實也有很多走位避鏡頭 好像在拍動作片 也很高難度 好像馬戲團那樣 阿Lo和Hana 陳漢娜的親熱戲 就路程遙遠 在霸台走到沙發 又回到房間 還要有很多攝影機拍攝 所以 除了大家看會不會有親熱戲之外 當然 大家很期待看 即是 教主和陳漢娜的親熱戲 日前也曾經有人劇透過 說會有這件事 相信 到時套戲出街的時間 大家最期待應該都是其中一幕 看看教主的藏戲和親熱戲 到底是怎樣 至於兩位女主角 包括了Hana和沈欣怡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希望保持到原版社內相親的水準 和阿Lo有大量親吻鏡頭的Hana 就說疼慣了 她就說 我記得她有問我拍攝電影會不會尷尬 我就說其實都要拍不可以尷尬 如果尷尬 還覺得不好意思 也都笑稱 劇集出街之後 可能需要更多保鏢 甚至會躲在家裡避風頭 因為怕了一群神徒去攻擊她 當然是開玩笑 大家都知道 阿Lo雖然很受歡迎 那群神徒也非常擁大她 但大家都知道她也是演戲 不會因為Hana和她有親密鏡頭去攻擊她 最重要是拍得很好看 鏡頭拍得漂亮 這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純粹看畫面來計 看相片來說 阿Lo和Hana都很相配 帥仔、帥女的組合 就沒有什麼違和感 所以拍攝親熱鏡頭上來 我相信粉絲和神徒都不會那麼小器 當然是說笑 有著之前大叔的愛的CB組合 這套這麼成功的劇的光環 這套韓劇改編的社內雙親 都必然引起轟動 所以大家就期待著 未來27日就會首播 因為這套劇還未播出 暫時不知道好不好看 到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3 4 4 5 5 6 3 4